好,我們最後呢 把這個80%的專案檔把它儲存起來 那它跟我們POWMAN 握的一樣 有它自己的專屬格式 所以呢 您到左上角這裡 這裡,是不是有個磁鐵片 這裡 但是不好意思啊 現在新世代的說 這個叫記憶卡 好,你就把它按下去 這樣子的話呢 你的專案就儲存起來了 好,它就問你 你要存在哪裡 它的專案的副檔名很好記 看起來很長 叫做Active Printer Perjet 這樣有沒有感覺比較容易 變字的出來了 Active Printer AP嘛 Perset 好,所以你給它一個名稱 好,那我們就把它存起來 比如說我放在桌面上 把它儲存起來 這樣專案就OK了 那麼你要怎麼做匯出 請到上面這邊 到上面這裡 這裡有沒有叫導出 因為我們現在用的功能 都是完全免費的 所以呢,你如果輸出成 視訊 輸出成圖像 就是完全免費的 不會有任何浮水印 好,就是你知道 導出這邊 按下視訊 它預設呢 就會幫我們輸出成 MP4的格式 有沒有 那麼播放的順序 就在我們左手邊 投影片的播放順序 如果你本身 這個投影片是空白的 它預設一張投影片的播放時間 就是3秒鐘 當然這個時間可以改 我們明天可以再講 好,就是說 它按照這個順序 第一張 第二張 第三張 那整個這樣子 照這個順序呢 就輸出成一段影片 所以有時候 老師我們在錄的時候 難免會怎麼樣 有出錯 沒有關係 就是 反正就繼續錄下去 再來剪就好了 那或者是有些時候 它可能中間過程比較擁長 還是說 可能 你沒有辦法一次就錄完整 我們就分批錄 OBS錄完之後 你在這邊 繼續做剪接 這樣子其實 老師在產生 影片的這個 產出的部分呢 就會速度比較快 不像說 你可能 你覺得說 我要剪接 還要花很多時間 其實這樣就可以省下不倒 那個 您後製的時間 OK 好 那我們今天就 先上到這邊 謝謝大家 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因為回家還是要努力 哈哈哈 OK 明天見囉